好了打孔完成了 有点像那个动动鞋的感觉 下面桶壁上一共是打了18x8 144个 然后加上顶上是又打了18个孔 这回这个隔膜泵我试了一下压力非常大 应该在顶部的时候顶部也一样能够获得这个充足的喷雾 好我们继续进行 上面种植孔打好了以后呢 我们打两个排水口 为什么要两个排水口呢 一个大一些在这个桶的最低点 然后一个稍微小一些 是你这个排水管的大小 比他排水管稍微小一些 这样可以塞在里面 省得你来做这个买那个零件配件了 这个大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在你种植过程中 刚才我们好像提到根会掉下来 对吧 不管你怎么小心这里面会沉积一些杂质 包括绿枣 尽管它不透光 它还是会产生一些绿枣 到这个桶的底部 然后终归会有一天呢 堵住你这个排水管 这个排水管我们尽量粗一些 但终归有一天还是会堵住的 到那个之前吧 经常的这个观察一下 我发现底下有沉积物 脏东西的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 留一个塞子 一个硅胶的塞子 塞住它 平时是不打开的 然后等到脏东西多了以后 把它打开 从上面 从上面用水冲洗 把这脏东西冲出来 就OK了 所以这个孔尽量留的大一些 根据你能找到的那个塞子的大小来做 这个桶呢 下面的水没有没有任何压力 水压 所以这个洞是没问题的 你塞住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结束之后 冲洗一下 我们就可以安装所有的东西在上面了 我已经清洗完了 然后想起来有一点补充一下 就是你打孔呢 一定要一次到位 就是说你后面已经在种植以后 安装好和已经种上菜之后 你要万一有一天想在哪里再打个孔 就 就比较麻烦 因为你再打下来那个塑料的碎屑到桶里面 然后你上面又有菜 对吧 你就不好做那个清洁了 所以尽量开始的时候设计 完成的时候仔细检查一下 有没有遗漏的东西 我忘了有没有提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那个喷水口 那个线从这下去 喷水管从这下去 好了我开始安装了